哈喽 哈喽 你的戏刚播完 对 你太瘦了 跟着骷髅架的 哎呀 我每次他说骷髅 我还得配合他这 乘风破浪的姐姐三播出后 反响不是一般的大 在这大型后宫争斗戏码的节目中 第一个引发争议成为话题担当的 居然不是那阴和宁静 而是凭一己之力到处对人的余稳稳 长相看似甜美的她 性格特别生猛 说话直来直去特别杠励 所以一开播就被观众纷纷贴上了 拽 没礼貌 情商逼等标签 余文文32岁 是歌手也是演员 虽然代表作只有前任桑和体面 但也丝毫不妨爱人家有自信 虽然节目组对她的偏爱是有目共睹的 因为在节目里 她的镜头几乎是所有姐姐里面最多的了 后期更是时时刻刻的抓住机会 给她那面无表情的脸上打上花字 余文文属于那种直来直往 一张口就让人揭不下去话的类型 她参与的对话 都以尴尬收尾 节目中的一幕 余文文一见面张天爱 就直接开始身材评价 随后问张天爱你是不吃饭吗 张天爱听后一连猛 在姐姐们都在社交商业互吹时 余文文又在好几个姐姐的情况下 再次说像个骷髅 张天爱还是轻轻带过 也多亏她随机应变得能力强 要不真下个来谈 写的余文文怎么样呢 欢迎评论区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